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 液化 ORAC 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ORAC 的一个体系结构 这前几次课呢,我们已经学习了 ORAC 的安装步骤 以及它的 Let Manager 配置工具和客户端 PR Cycle Developer 的安装配置 本次课我们将正式进入 ORAC 的一个学习 那这次课呢,我们讲的是 ORAC 的一个体系结构 其实呢, ORAC 的体系结构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难以理解 当然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以理解 但我们还是试图用图形或者和简单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只有你掌握了它的一个结构 以后呢,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深入 你就会发现哈,你对 ORAC 的理解可以更近一个层次 那么对于它不管是优化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哈 都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那对于这次课呢,我们先整体的大概的了解一下 说到 ORAC 的这样一个体系结构哈 就不得不提现在我们正在看的一个图 这个图呢,蛮经典的哈 是 ORAC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管理体系的一个体系结构图 这个体系结构图呢,我觉得哈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个理解法呢 呃,这样子 从这个地方画开哈 我们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其实 ORAC 数据库哈 我们准确的讲应该是 ORAC 数据库管理系统 既然有管理两个字 那么就可以明确一下它管理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啊, ORAC 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管理的目标就是 ORAC 的数据库 那么问一个问题 ORAC 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管理几个数据库呢 答案是多个 它至少可以管理一个 然后可以管理多个数据库 多个数据库呢 在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上 哈,可以同时并存 而 ORAC 呢 就是提供哈 对这些数据库的管理 对于一个 ORAC 数据库服务器 或者说是 ORAC 数据库管理系统哈 它至少应该包含一个数据库 以及至少一个数据库的 Extence 中文叫做实力 好,现在呢 我把整个 ORAC 体系结构分成两部分 底下呢 是静态的数据库的结构 上面呢 是实力 实力是动态的 等会我们再来详细解释 先看一下静态的数据库 静态的数据库呢 我们看一下底下不管是哪一个标示 都有一个单词结尾叫做 FIRE FIRE 的中文就是文件 也就是说 ORAC 对数据库的管理哈 最终还是会着落到文件上 因为你想想看数据库嘛 也就是数据仓库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存储数据 然后是管理数据 那么它要存数据 那自然而然落到操作系统上 因为操作系统是文件系统嘛 所以就是存储在操作系统的文件之上 那么针对于 ORAC 这种静态的结构 它到底有哪些文件的存在呢 中间这一块黄色部分是重点 这黄色部分包含三样文件哈 一个叫做 Delta Files 数据文件 一个是 Control Files 控制文件 还有一个呢就是 Redu Log Files 重做日志文件 这三种文件哈各自有各自的作用 比方说我们往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 最终一定会放到数据文件里面 这个很重要 那控制文件放的是什么呢 控制文件就是放的啊 对于数据库当前数据库的一些控制信息 控制信息也是存储在控制文件里面 除开这个控制文件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Redu Log Files Redu Log Files 是 ORAC 数据库的重做日志文件 那什么叫日志呢 日志也就是说我们 ORAC 数据库 无论做哪一个操作 在做操作之前 必须要将这个操作的步骤 以及它的详细信息 记录在重做日志文件里面 也就是说 ORAC 秉记的是一个叫做 先记后写 先记后写先记日志 然后再去真正的实现日志所记录的这样一些操作 这个是 ORAC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行 机制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到 ORAC 的安装目录 这是 我应该是安装在一盘的 Administrator 好 安装在这个文件夹下 这个文件夹有一个紫文件夹叫做 ORAC Data Data 也就是 ORAC 的数据文件所存放的路径 打开 因为目前我只安装了一个数据库 就是 ORAC 我的 ORAC 服务器也只管理这一个数据库 所以呢 你也只能看到一个文件叫做 ORAC 如果我们创建了多个数据库 你会发现在这个 ORAC Data 之下就会出现多个以数据库 ID 命名 的文件夹 现在我们点进去 这里面哈 就是刚才我们说说的最重要的某个特定数据库的三种文件 每建立一个数据库就会建立属于这个数据库的三种文件 分别是 DBF 文件 CTL 文件 以及 LOG 重做日志文件 数据文件 控制文件和重做日志文件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个数据库 是可以包含多个数据文件 多个控制文件 以及多个日志文件 分开存储 这个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免得文件一个文件数量太大 我要从头搜索到尾还是一件很效率蛮低的事情哈 好 OK 这个就是 Oracle 的一个文件系统 那接下来的话呢 除开这三个文件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参数文件 这个参数文件还记得 我们在做第二次课的学习的时候哈 就是那个 Net Manager 配置 Listener 监听 和 哈 网络服务的时候 这些信息都会保存到 一种文件 我们就把它叫做参数文件哈 这就是参数文件 除了参数文件之外 还有 Password File 密码文件 以及归档日志文件 好 日志文件记多了 那么之前的文件 我日志 我可以将它怎么样呢 将它归档 好 归档日志呢 很重要 对于我们恢复系统哈 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因为Org先记后写嘛 所有的操作都会在日志中 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数据库的话呢 日志文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接见哈 OK 在我们理解完哈 这个静态的数据库的结构 这个其实最好理解的文件体系嘛 那么接下来比较难以理解的 嗯就是实力 实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比方说我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首先我是不是一定要启动 哈也就是这个程序一定要运行过程中哈 才可能实现对数据库的存储和管理 那么在运行过程中的这些Org的进程 我们就把它叫做instance 实力 除开这些运行中的进程 进行中的程序嘛 进程 因为进行中的程序必然会要占据一定的内存空间 所以 运行中的Org的进程和内存结构 就构成了Org的instance 也就是实力 实际上哈 用户是通过instance去跟数据库交互 跟这些数据文件交互 他其实是不能直接去交去去跟那个数据文件交互的 必须通过这些Org的进程 这些进程非常多 看到底下这些小小的椭圆没有 都是Org的进程 除开这几个还有很多的others哈 其他 那这里面我就讲两个比较好理解的进程 第一个叫做dbwr dbwriter dbwriter这个进程做什么的呢 专门用来写数据文件的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lgwr 这个进程是专门用来写什么呢 用来写日志的哈 这两个进程 其实并不是 时时刻刻都会执行 并不是哈 直到 比方说客户端发来一条指令说我要插入 一条记录到EMP表 假设插入一条记录到EMP员工表 那这个时候呢 Org先计后写嘛 一定会要将这个操作的详细的信息 通过lgwr 写到哪里呢 redu log files 好 然后在特定的条件触发下 才会使用dbwr这个进程 将这个真实的数据写入到data files 那么什么叫特定的条件呢 比方说日志 日志空间日志文件已经写满了三分之一 或者客户端直接发了一个指令叫做 commit 提交指令 那么这个时候都会触发dbwr的这样一个进程的执行 OK 这个就是实例中的两个进程dbwr和lgwr的一个运行机制 那么他们在运行过程中肯定要占内存空间 比方说我要查询嘛 对不对 我从数据文件中查询的记录 我一般会放到哪里呢 我会首先会放到缓存里面 会放到这个内存里面 然后呢 再将内存中的数据传给客户端 传给客户端 请注意 Urc其实呢是一个cs的这样一个体系 我们呢 是通过客户端就是user process去跟服务器连接 一定要建立连接 比方说我们的prsicledeveloper就是一个客户端进程 就是user process 当他发起连接请求 用用户名和密码去连接网络服务的时候 就相当于建立了跟服务器的连接 那么他那边发出的指令 就会被服务器的进程接到 再通过实例去跟这些数据文件交互 好的 这个呢就是Urc的一个体系结构 其实呢 对于Urc的实例来说 这个内存空间哈 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段 他把内存空间分成了好几大块 像share pool共享池 还有database buffer cache java pool redulogbuffer 或者是logipore 每一块内存空间呢 都是承担不同的任务 但是对于我们哈 刚刚才入门 这个Urc的这样一个学员来说哈 我们了解 直到现在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个呢 以上就是哈 关于Urc体系结构的一个简单介绍 不用担心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其实都是会使用哈 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 会慢慢的意识到我们在使用Urc的很多的特性 来完成我们的任务 好 这个呢就是本次课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次课再见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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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